哈喽大家好啊 那个还是有粉丝朋友给我留言 说希望呢 我给他们讲一些这些 关于一些北京啊 这些什么老炮的这些故事啊 其实呢 要让我讲我肯定能讲出一些 你们一般 听不到的内容啊 那个 今儿呢咱就讲讲那个著名摇滚人 音乐人藏天朔 他这个 的一些事吧 藏天朔呢 其实应该 江湖人称叫藏爷啊 藏爷呢 是一名著名的摇滚歌手 有最早 那个专辑应该是九几年出的 是我这十年 专辑叫我这十年 然后那个 专辑的那个主打曲 他是一首朋友 他靠着这首朋友呢 火变了大江南北啊 那藏天 藏爷呢 呃 为什么入狱了呢 咱们就掐这一股子讲吧 就是说藏爷不是之前 有一段锒铛入狱了吗 啊 呃 起因呢 是因为什么呢 呃 在2009年啊 有一个香港的大哥 人称大哥啊 这位大哥呢 是一位功夫巨星啊 想必大家也能知道是谁了 啊 然后呢 想在这个北京的这个鸟巢体育场啊 开一个大哥和他的朋友们为主题的这个演唱会 啊 呃 当时这个演唱会呢 还其实还挺轰弄的啊 然后 那一年 他开演唱会的时候呢 呃 连 著名这个小品演员赵本山老师 带着他那一年刚刚开始出名的徒弟小沈阳 还一块去了这个大哥的演唱会的现场 作为特别特要嘉宾啊 然后大哥想开演唱会啊 但是呢 就是说 这个演唱会市场啊 水非常深啊 你甭管你多大明星多大腕 不是你想开就能开的啊 因为那个体育场啊 啥的 他都是有档期的 得慢慢排啊 你关系好呢 把你这档期呢 给你排到寒假暑假去 关系不好呢 就把这档期给你排到中考高考那个时间段 啊 甚至有些明星呢 根本就不给你排档期啊 呃 这里头呢 有很多东西啊 咱 大家明白就好了 当时呢 就是大哥呢 想开这个演唱会 然后呢 说负责这一块呢 那是谁呢 就是藏爷啊 藏爷说了 就是说这一片呢 是我管事 我说话呢 好使 你呢 要想在这开演唱会啊 呃 把你这个演唱会呢 顺利与圆满的举办成功 呃 然后呢 你我敬你呢 叫你这大哥啊 咱们就三七开就完了 成龙呢 当时觉着呢 这个事呢 非常有面子 不是 非常没面子啊 就是说之前我拍《尖锋时刻》的时候 香港那些大哥想收我保护费 我都没给啊 呃 但是我我为什么要给你呢 然后呢 当时呢 那个就 那个谈崩了啊 就谈得挺不愉快的 那个大哥呢 就说不想给钱 藏爷呢 说你不给钱 你试试啊 之前那个威姐开演唱会的时候 有人往他脸上泼了粪啊 你就琢磨琢磨 这威姐是谁呢 呃 是以那个演了一个叫什么某某格格 那么一个宫廷剧啊 演了大燕子一角 呃 出名的一个女演星啊 当时呢 在呃 台上呢 就被人泼了粪了啊 往身上 然后藏爷呢 就是说那事呢 就是哎 他他他给整的啊 就是因为威姐呢 没听话啊 完了呢 说你那意思呢 就是跟大哥说呢 如果啊 这三你要不给我啊 你这个事 你这个演唱会呢 你甭想安置了 最后呢 闹得挺不愉快啊 然后那个 藏爷呢 就走了 藏爷刚一走呢 这个大哥呢 就撂着一句话 啊 我PO那个草该 嗯 哈哈 这个粤语啊 粤语啊 粤语啊 大哥不是香港人吗 然后呢 大哥呢 也很有人脉啊 对不对 就 找人打听啊 这个 你看他 人家要 三七分账 然后说 能不能 就是说 不给他什么的 最后呢 大哥呢 就是 经过一番扫子之后呢 觉得藏爷这个人 很有人面 反正就是说 一般人汗不动他啊 大哥你要不给这个钱 可能真的是到时候会有麻烦 然后大哥呢 呃 就是说大哥呢 也不想让其他有损失 呃 希望这个演唱会呢 能顺利进行 因为顺利进行的呢 都是你好 大家好 大家 极端 皆大欢喜 啊 如果中间出了一些差错 披露呢 可能就会有一些损失 各个方面 然后大哥呢 当时就认头了 就认了 说行 咱们呢 就三七啊 我给你这个三 啊 结果呢 就是大哥这个演唱会呢 就顺利举办啊 而且举办的非常圆满成功 啊 然后呢 那个成功完了之后呢 就是大哥给这个藏爷钱的时候呢 分钱的时候呢 啊 就有戏聊了 然后藏爷说行 啊 呃 那个大哥这个 就是说算你实现啊 就是还挺横的 就算你实现啊 以后这个地面上有什么事啊 你就找我啊 我都给你安排了 完事之后呢 这个大哥呢 又蹦出了一句话 就领导说 啊 说什么呢 说了 也是同样是一粤粤啊 不翻译什么内容 啊 不知所谓 就是啊 呃 反正这事呢 弄得大哥呢 就是心里头很不爽啊 然后当然大哥呢 也是非常有能力的啊 就是说 这这口戏我咽不下啊 呃 去 查查他啊 看看他有什么 之前犯过什么事没有 咱们找一下 然后到时候让他付出点代价 当时呢 已经是2009年了啊 后来呢 就是在大哥的这个授意下呢 呃 有些人呢 就去查这个藏爷的一些过去的历史啊 终于查到了2003年啊 在那个河北狼坊那儿 有一个酒吧 是吧 然后出了点事 当然这事大家都知道啊 然后是这个藏爷呢 受益去干的啊 得了 这一下呢 呃 那个大哥呢 就说那行 这不是有了他黑历史了吗 就把这事翻出来了 然后呢 就凭着这个事呢 藏爷呢 就狼单入狱了啊 呃 入狱之后呢 其实藏爷呢 是一个生活很规律的人 藏爷呢 也是非常爱音乐的人 呃 在 入狱之后呢 也是 非常那什么呢 积极的啊 正面的接受改造 啊 呃 有这么一天呢 那个藏爷呢 想上厕所啊 藏爷就是说喊啊 报告管教 服刑人员藏牵塑 请求放毛啊 然后呢 那个管教呢 就允许他去放毛了 在放毛这个走道 走廊那呢 呃 他看见了一把吉他 藏爷看见一把吉他 这个 喜欢音乐的人啊 他一看见这种乐器啥的呀 他就勾起了他那些 啊 他心里痒痒嘛 然后他就请求这个 管教 你说看看咱们能不能 在服刑的时间 丰富一下 咱们那些服刑人员呢 业余生活啊 能不能我在这里边 组建一个小型的这么一个乐队 每周呢 就是抽出这么点时间来排练 这么一次就行了 然后呢 经过这个商量呢 这个管教这些人员呢 就是决定满足这个藏爷 这个小小的需求 啊 这一下藏爷呢 就如鱼得水了啊 就是说能继续去玩音乐啊 然后呢 就是跟其他服刑人员 交给他 咱们打架子鼓啊 咱们搞键盘啊 咱们谈被子啊 什么这些东西 那其他服刑人员呢 他不是专业的 因为藏爷之前在外边的时候 跟藏爷合作的都是 刘孝松啊 刘军丽啊 这是中国一线顶级的这种 乐手啊 但是服刑人员呢 他不是专业的 有时候藏爷就容易着急啊 就起急 你怎么那么笨呢 教你那么多遍还不会 这个时候呢 管教也会负责调解一下嘛 就说啊 别着急 这些人呢 他毕竟他跟你在外 他那些专业乐手不一样 对不对 慢慢来 就这样呢 这个藏爷呢 度过了他这个服刑的 就是服刑结束啊 就重新回到社会 回到社会之后呢 藏爷呢 就是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啊 就是很少再去接触新的朋友 他不再结交新的朋友了啊 只是和自己之前最亲近的几个好友 聚一聚啊 然后自个的还办了一个工作室 音乐室啊 还自己去搞自己的音乐 但是最后呢 藏爷因为肝癌啊 就是离开了我俩家 呃 享年是54岁啊 这个呢 就是藏爷 整个就是入狱前后的这么一段 始末啊 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出来啊 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 拜拜